同学们好 我是郑宏老师 今天我们学习流逝存储音频视频 本部分包括三个内容 一 具有原文件的万元网服务器 二 媒体服务器 三 实时流逝协议RTSP 今天我们学习媒体服务器 为了更好的提供播放流逝音频视频文件的服务 现在最为流行的做法 就是使用两个分开的服务器 一个是普通的万元网服务器 另一个是媒体服务器 媒体服务器 与普通的万元网服务器的最大区别 就是媒体服务器 是专门为播放流逝音频视频文件而设计的 因此能够更加有效的为用户提供播放流逝多媒体文件的服务 媒体服务器也被称为流逝服务器 它支持流逝音频和视频的传送 媒体播放器与媒体服务器的关系 是客户与服务器的关系 媒体播放器不是向万维网服务器 而是向媒体服务器请求音频和视频文件 媒体服务器和媒体播放器之间 采用另外的协议进行交互 采用媒体服务器后 下载音频视频文件的前三个步骤 仍然和采用从具有原文件的万维网服务器 下载音频视频文件的前三个步骤 是一样的 区别是后面两个步骤 浏览器用户使用ITTP的Gate报纹 接入到万维网服务器 这个钞链指向一个原文件 这个原文件有实际的音频视频文件的 统一资源定位符URL 万维网服务器把该原文件 装上ITTP响应报纹的主体 发挥给浏览器 客户浏览器调用相关的媒体播放器 把提取出的原文件 传递给媒体播放器 第四步 媒体播放器使用原文件中的URL 接入到媒体服务器 请求下载浏览器 所请求的音频视频文件 下载可以接入于使用UDDP的任何协议 例如使用实时运动协议RTP 在下一步 媒体服务器给出响应 把该音频视频文件发送给媒体播放器 媒体播放器 在延迟了6个秒后 以流逝的形式 边下载边解压边播放 传输音频视频文件 可以采用TCP 也可以采用UDP 起初人们选用UDP来传输 但采用UDP会有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 由于网络的情况多变 在机收端的播放器 很难做到始终按规定的速率播放 第二 很多单位的防火墙 往往阻拦外部UDP分组的进入 因而使用UDP传送多媒体文件时 会被防火墙阻拦掉 第三 使用UDP传送流逝多媒体文件时 如果在用户端 希望能够控制媒体的播放 如进行暂停 快进等操作 那么还需要使用另外的协议 RTP和RTSP 增加了成本和复杂性 现在 对流逝存储音频视频的播放 如YouTube和Netflix 都是采用TCP来传送的 使用TCP传送流逝视频的几个主要步骤 是这样的 一 用户使用RTP 获取存储在外网服务器中的视频文件 然后把视频数据传送到TCP的发送缓存中 若发送缓存已存满 就暂停发送 第二 从TCP发送缓存 通过互联网 向客户机中的TCP接收缓存 传送视频数据 直到接收缓存被填满 第三 从TCP接收缓存 把视频数据再传送到应用程序缓存 即媒体播放器的缓存 当这个缓存中的视频数据 存储到一定程度时 就开始播放 这个过程一般不超过一分钟 第四步 在播放时 媒体播放器等时的 也就是周期性的 把视频数据按针读出 经解压后 把视频节目显示在用户的屏幕上 当然 如果是观看实况软播 那么最好应当首先考虑 使用UDP来传送 因为如果使用TCP传送 则当网络出现严重拥塞 而产生播放的暂停时 会使人难以接受 使用UDP传送时 即使因网络拥塞 丢失了一些分组 对观看的感觉 也会比突然暂停要好得多 未经许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